沒有 大家好 大批變異刑警圍著一男一女 兩個人都被上銬 一旁卡著了K色車輛 撞上路燈 嚴重回損 車門大開 因為這對黃性嫌犯毒鴛鴦黨 當時就在車裡頭 不願意下車 警方在車裡搜出大量毒癖 而車窗玻璃碎裂 是破窗過的痕跡 車頭嚴重凹陷 這是毒鴛鴦黨 當時開車企圖衝撞遠景 警方兩台車 前後包夾 連開三槍下才成功載人 便衣警察讓他下來 讓那個嫌犯下來 然後他不下來 然後警察對 警察開槍 然後就破窗 事發現場拉起封鎖線 24號下午3點多 新北市半橋長江路 一處巷弄內 台北市警方當時正跨區辦案 在追捕一名通緝犯 一路從桃園住處尾隨 沒想到對方發現開車衝撞 警方當機立斷開了三槍 破窗將車上一男一女 拉出車外壓制 破窗當下還有遠景受不因此受傷 緊急送醫沒有大礙 除了清查現場車輛之外 也將要搜查黃信嫌犯住家 仔細調查到底還有多少違禁品 讓毒鴛鴦不惜開車衝撞遠景 記者綜合報導